我们中文有时候讲说 我今天很饿 我要吃饱 喝饱 买东西给他买饱 很久没放假 我要玩饱 这个什么什么饱的英文 可以怎么讲 其实我相信有不止一种讲法 那我们今天介绍就是介绍其中一种 我看到了 然后我觉得 这个翻译成什么饱 好像还蛮不错的 大家好我是Paul 周一到周五英文一起读 那我们今天来看下去 好第一个故事我们来看 好第一个故事结束 还没有讲到我们刚刚的那一个 吃饱玩饱什么饱 但没关系 我们慢慢一点点学下去 有点耐心 不要现在就给我转台 那这里的 once就曾经有一次一度 所以有这么一次 my grand 这个grand就是granny 祖母之类的 那这种省略很OK 你不省就是grandma grandpa grandparents granny很可以 所以的时候祖母就问了 asked if I liked her perfume 他问我说我喜不喜欢她的perfume 她的香水 那他强调了一下这个香水 他不喜欢 it was a bad old lady perfume 这是一个人 一文就觉得很老的 我同意大概脑袋中应该有这种 马上有这种味道 就会让你回想起来 有老人家的那种香味 明星花露水或许是 so it was a bad old lady perfume 我觉得明星花露水蛮香的 for the record OK 我并不是说 我像她一样 觉得老的就不香 我自己也接近 快要接近 我中年都快结束 我快进入老年了 好anyway so it was a bad old lady perfume but obv 这个字非常明显 就是一个缩写 obviously 所以显然的 我就说谎了 so but obviously I lied and said it was nice 所以她骗她祖母说 嗯 我喜欢 很香 结果呢 她祖母就替她 买了当生日礼物了 she bought me it bought me it 那这边就是那种 我们台湾教的 授语动词 有没有 她可以说 she bought one for me she bought a bottle for me she bought me a bottle 她把这里 a bottle of that perfume 直接就改成代名词 it she bought me it ok bought me it 好anyway 所以买了一包 买了一瓶给我 for my birthday 然后接下来这个片语很重要 因为我把它highlight起来 不是highlight起来 就把它bought起来 boughten起来 所以要买来之后 送了她当生礼物之后 时不时 祖母就会提起这件事 所以这个时不时的英文就叫做 every now and then 把它记起来 很重要 every now and then 时不时 时不时 提起这件事要怎么说 bring it up so she every now and then brings it up ok brings it up 就提起说 啊 我的这个孙女儿啊 跟我一样喜欢铜牌香水 she is so shoved 所以这里有个词叫 chuffed 或者我念成shaft 那这其实是英国的说法 就是很开心 我知道他们有一个expression 就是要是我今天真的很开心 开心到爆了 chuffed to bits ok 就感觉好像是你开心到整个爆了 然后变成一小块一小块的肉穴 穴穴穴的穴 ok 对不起 你有想到别的穴吗 不要了 anyway 所以就是好像你整个被剁烂掉 you are chuffed to bits 这样子 好 所以总之她很开心 she was so shoved that we like the same perfume 所以她好开心我们喜欢同一款的香水 那我实在是不忍心告诉她 我其实不喜欢 这个我不忍心告诉她 这个我很想要也把这个当成今天的标题 不过我已经决定了用买爆玩爆那个包来当标题 比较好 因为这个不忍心怎么样 或许台湾人知道的已经比较多了 不忍心怎么说 就直接想我没有那个心 I don't have the heart to do something 所以这个不翻译成我无心做什么事 因为我知道我们中文讲 我无心做这件事就是 心不在那里 对不对 OK 我没有这个心好好的去把这个工作完成 因为我现在每天只想要打电动 所以没心做什么事 我相信是这样的意思 OK 或者甚至我们中文还有expression是什么 无心伤害到别人 就不是故意的叫无心怎么样 可是如果你把无心 想成了英文 don't have the heart 那对不起 那意思完全不对 英文的don't have the heart to do something 是不忍心做什么事 再强调一次 OK So don't have the heart to do something 就是不忍心 OK 不忍心去做什么什么行为 什么动作 OK So I don't have the heart to tell her that I hate it 好 第二个故事就这样讲完了 All right 下一个 I have kept to four cigarettes a day for fifteen years by convincing myself that my dad will die if I have more Interesting 先把读完 in a dark part of my mind in a dark part of my mind there is the thought that when he does go my grief will be tempered by being able to smoke myself silly 结束 好 这就我们讲到今天要讲的这个文法 或者这个特殊介绍的一个词的重点 买爆玩爆吃爆那个爆到底要怎么讲 开头说 I have kept to four cigarettes a day for fifteen years 其实他容易看得懂 希望你是看得懂 keep是保持 所以他保持 four cigarettes a day 也就是他一天只抽四根烟 我对抽烟是没概念 可是我也知道 一天四根烟其实是不多的 很多人可能心情不好起来 两个小时 三个小时 一边工作 一边抽 一根一根抽 一包就没有了 一包我记得没记错 是二十根 所以很多人可能一天要一包 一包就是二十根 还是十根 应该是二十根 所以他说四根 而且已经十五年了 I have kept to four cigarettes a day 这里另外一个重点是 有个to在这里 你没有发现 kept to four cigarettes a day 你可能会想说 那to拿掉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 那答案是不可以 如果拿掉的话 I have kept four cigarettes a day 那表示你一天留这四根烟 因为keep something 就是把那个东西保留住 不是 他在这里说是他四根烟是在一天抽的量 所以加个to才是正确的 OK 所以you keep something 或者我换一个expression好了 如果我把一个东西的量保持在最低 例如说我把我每天吃的卡路里的摄取量 保持在能多低就多低 我就可以说 I keep my caloric intake to a minimum 你看这里有to对不对 you keep something to一个量 那个量这里讲的刚刚是minimum 虽然说它是不能量化的 minimum这个词比较无法量化 可是你如果把它换成一个量化的词好了 例如说 I keep my 刚刚讲的caloric intake to 1000 grams a day 你看to后面接1000公克 是不是也是一样 to可以接一个量 所以这边这个to是有必要的 so I have kept to 4 cigarettes a day 正确 OK 15年 那怎么样保持一天才四根呢 buy 借油 借油怎样 convincing myself that my dad would die will die if I have more 所以要是我抽更多的话 我父亲会过世 那我们大概就可以理解 他跟他爸住在一起 然后他爸大概不介意他抽烟 他爸就抽二手烟 所以抽更多的话 他爸爸会 找死这样子 my dad will die if I have more 但是 在他脑袋中一个比较 黑暗的部分 in the dark part of my mind there is a thought there is the thought that 所以在他脑袋 黑暗的那一面 有这么一个想法 想法是什么呢 就用问这个句子来接下去 when he does go 当他的确离开的时候 过世的时候 when he does go pass away move on ok 当他离开的时候 逗典后 下一句话就是 我的悲伤 可以被后面这件事情给 平息掉 缓和掉 so my grief will be tempered by 后面这件事 所以看到这个字temper 我把它出题化 temper其实很有趣 它有两个意思 两个意思还令人觉得 有点颇冲突 我刚刚把它翻译成缓和 所以它的悲伤 能够被缓解掉 所以这里的缓和缓解 是正确的翻译 my grief grief就是被爱 爱到 my grief will be tempered 很可以 可是tempered 另外一件一个翻译 竟然叫做磨练 磨练 所以有这么一个名词 叫tempered glass 我们就把它翻译成 强化玻璃 甚至翻成钢化玻璃 因为它被你磨练 他们把它弄到很硬 很不容易坏掉 碎掉 敲不破这样子 就只要敲锅玻璃 不要侧面敲 侧面敲就烂掉 但如果它正面 很能承受力量 是没有错 所以tempered这个字 两个意思 如果你记得另外几个字 像例如说bad tempered 我们讲的是一个人脾气不好 I have bad tempered I'm a bad tempered person 可以 还有像我们说 我们有分热带 亚热带 温带 寒带这些地方 对不对 所以讲到温带 我们台湾是有分热带 甚至有亚热带 所以tropical 跟subtropical 继续往上移 纬度再高一点 进入温带 那个就叫做tempered zone 所以tempered有适中的意思 温带 和适适中的 所以跟刚的tempered缓和 也算是有重叠到意思 好 那希望讲就听懂了 tempered tempered 所以我的grief会被这件事情 给tempered下来 缓和下来 被什么事呢 你回到刚故事前面讲了 他怕抽太多烟 造成爸爸早死 但如果爸爸真死 他还需要顾忌吗 就不用了 他就可以抽爆了 对不对 所以这就是这里来说的 my grief will be tempered by being able to smoke myself silly 所以这个expression 非常的特别 smoke myself silly 这边这个expression呢 他特别的地方在 动词完了以后 他就会接一个反生代名词 反生代名词 OK 所以可以是 myself,himself,herself,themselves 这样子 然后接下来加一个补语 这个反生代名词的补语 所以多半就加一个形容词 那这里这个形容词 多半就是silly 傻的 傻乎乎的silly OK 所以 但是翻成 傻是 好像也不是不行 我们刚刚的故事再把它讲一次 当我爸爸真的走了的时候 我的悲伤就能够被 以下这件事情 缓解 哪一件事情呢 我可以抽烟抽到 我傻掉为止 好像也可以嘛 虽然说中文好像听起来怪怪的 OK 抽烟抽到傻了这样子 那 我们可以把smoke这个字换成很多 也很常见的动词 事实上smoke都还很少见 smoke myself silly很少见 我们常听到的是 laugh myself silly 笑到傻了 喝酒喝到傻了 drink myself silly 所以例如说 我老婆决定跟我离婚 然后我就终日买醉 喝到傻了 I drink myself silly 把自己吓傻了 scare myself silly 都可以这样 可是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把它翻译成 我想翻译成的 就是我们现在中文常讲到的 买爆玩爆吃爆那些爆 所以笑爆 laugh myself silly 喝爆 drink myself silly 大概这样子 OK so I play video game all day long I play myself silly 听起来好像怪怪 play myself听起来就怪怪 不过大概懂我意思 OK 所以我们讲的这个什么什么爆 所以我们刚刚这个部分就可以把它翻译成 我的悲伤可以被什么东西缓解呢 我现在就可以抽烟抽到爆了 这样子 这个翻译很OK吧 好了 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讲这个重点 you do什么东西 加个myself silly 那我强调一下 不见得是myself 如果说我一个朋友 老婆跟他离婚 他每天就一泪洗面 he cries himself silly OK啊 对不对 alright 好 那 没问题了 这样子OK了 我是Paul 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内容 我们下次见